第2176集 狗黄咳嗽了一声 邪逆了一眼旁边的老人皮 老九啊 真没想到你都成孙子了 狗黄这张嘴 从来就没有招人待见过 现在这种境地下 他还有闲心挤兑一句呢 久到一想掐死他 这主的嘴没把门的实在欠收拾 不远处 楚风眼神异痒 九到一都成徒孙子了 真实情况似乎的确差不多 一大体系的阻击生灵出现 第一山的老人皮 都要立刻沦为小自备 天下震动 阳间轰鸣 事实上 诸天之源都在跟着起伏 大道皆复苏 皆源于这个老人出世 他身上的道文显现后 让诸界都在共振共鸣 咳 查一声 上舱再次裂开 显然事情没完 上面的生灵 只要打开那扇神秘的门户 不过 这一次没有战车贸然下来 似有顾虑 担心再次被人磨掉半截 是谁 如此大不敬 竟敢这样毁上舱 掀车 有人发出冷冷的声音 那是一个年轻人 紫发披散在胸前 与背后有些桀骜 十分不满 然而 他的话语 戛然而止 刹那就没了 在他的身侧出现一人 一把抓住 他直接将其制出 令他刹那消失了身影 显然 新出现的进化者 是为了保住他 怕他得罪下界 不可揣夺的强者 招致意外 来人开口 哪位大贤成道 时隔多年 下界又出现了一个新体系了吗 多了一位盗阻机强者 透过那道门户 可以看到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面相模糊 不过可以感觉到 他似乎心情复杂 一条路的开创者 一个体系的奠基人 无论他在什么境界 都非常值得人尊敬 可称之为祖 我们这一脉盗阻有感 开启天门 有请前辈上界 愿供奉真伪 迎请您 入我们这一系的祖庭中 显化在上仓门户中的 中年男子再次开口 非常的客气 孟姓老人说道 你们走吧 我不会离开旧土 下界不利于修行 曾被侵蚀 有过多的灼气 请道友上界 又有人开口 声音苍老 他敢称道友 显然来头大的惊人 虽然没有露出身影 但是其地位可以想象 他很有可能是一系的道祖 他要给予梦姓祖师 极尊宠的地位 想拉入他们那个体系中 梦祖师依旧拒绝 根本不动摇 那个一四一系道祖的人 沉默没再说话 梦祖师冷带以对 四队上仓没有什么好感 再次抬手 竟要主动封门 一时间气氛很微妙 紧张起来 之前开口 但却被人制出的年轻人 在线冷言冷语 我等好一邀请 不曾想有人不领情 还如此无礼 吴卓的下界有什么好 梦祖师没有理会 对他这种层次的人来说 不会与后世的人计较什么 九到一则直接站了出来 大贤对这种小辈不计较 没有什么可说的 可他却不能不教训 然而 他似乎也顾忌身份 用一眼邪逆处风 处魔头有点腻歪 这事闹得 轮到他出场了 老人皮什么意思 这是让他叫阵吗 你说哪里屋主 清漫谁呢 以你的身份也配也敢 并且九到一 擎着绽毛 也摇指上仓 毫无疑问 这么多年来 没有人敢违逆上仓 更不要说 以兵器指着使者了 不识好歹 不仅那个年轻人发火 就是上仓门户前的中年男子也开口 你们有些过了吧 正是曾经将年轻男子 治出去的那个人 他的声音有些冷 颇有些兴师问罪之事 上仓了不得 我等不屑去 楚风愣声说道 有人说他不识好歹 他直接点指那个年轻人 失忆他下来 哪怕是上仓的强者 想俯视他也不行 久到一脸色一阴沉 他们这一戏的人又不是上不去 那位早就打上去很多年了 他还生说道 若非当年你等将不祥倾斜 将诡异放逐 此戒又怎会被侵蚀呢 这些话语让所有人都心中矩阵 竟有这种隐秘 上仓净化了 安全了 而诸天各界 却成为你等口中的污浊之地 这又是谁造成的 九道一大声质问 他手中的绽毛发光 似乎想将上仓戳出一个大窟窿 中年男子神色为之一致 但马上又开口 此中有太多的隐情与无奈 时至今日很难说清了 这么多年来 上仓发生过太多的动乱与血战 盗族也在征法 也在解决问题 已有盗族陨落 人们倒吸冷气 感觉心惊胆颤 今天都听到了什么呢 全是惊世的大秘 不管怎么说 当年 尔等倾斜货源就是不对 尔金却还比 说下戒污浊 并以手遮笔 已是贤其 你们是什么东西 九道一发怒 孟姓祖师一直很沉默 现在则直接动手了 灰扑扑的大手探出 再次强行将上仓的门封闭 他似乎不想与上面的生物对话 对他们无好感 直接付诸行动 道友 我还有些话要说 想与你见上一见 宏大的声音传来 疑似盗族的人开口 没有开启门户 便直接透过苍穹 传下声音 震慑了诸天各界生灵 强如九道一 现在也身体微微发颤 竟要软倒下去 显然 那种声音对他也是一种警告 无形中就可以压制他 见到这一幕 轮回路身处飘出无数光粒子 尘埃满天 孟姓祖师的双目射出射人的光束 洞传天地 道友 何必拒人千里之外 上苍 随着声音落下 天穷裂开 被一只金色的大手 强行撑开了 再次露出 灰红与浩瀚的上苍一角 显然 是那位盗族动手 打开封印之门 漫天的尘埃扬起 全都在发光 伴着一只灰扑扑的大手 轰向了上苍 孟祖师很干脆 直接动手 大手催枯拉朽 将那扇门打碎 并席卷进上苍广袤的天地中 上苍的那位盗族喝道 你敢如此 孟姓祖师说 有何不敢 诸天有难时 不见你等 现在不需要尔等来作威作福 收起你的盗族物质 若再敢侵蚀我之后辈 杀你 众人震撼 之前这位祖师很平和 现在 竟要对上苍的强者下手 而且如此的霸气 直接就要杀盗族 九道一眼窝发热 这位盗族是为他出头 不惜如此 他初时没有觉察什么 以为上苍盗族不过是想压制他 现在也有所察觉了 有莫名的盗族能量环绕再盼 若非孟祖师动手 九道一觉得他可能要栽一个大跟头 或许 对方只是给他一个教训 不会害死他 但也足够他喝一壶的 现在孟祖师直接出手 为他出头 扬言要杀盗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